我們平常不太用卡的人 基本上都會這樣 他就是覺得說你 反正你也不用卡 你會用到什麼錢 你就不會用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 你像我自己好哥們 他生日 我要借他 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因為他生日 他要送我禮物 我要送他禮物 他沒有錢 我錢不夠 我要借他錢 然後我騙他說我現在要去 保養車子 要花多少錢 他來跟我借 然後買了禮物 買了兩瓶汽車蠟來送你 沒有人在送汽車蠟的啦 他就是幹了幾種事對不對 我送的是iPhone好不好 你好好講 你送iPhone 你知道汽車蠟 有iPhone很有趣耶 iPhone那是第二年 是因為你汽車蠟太瞎 被我 我在每個節目都講這件事情 所以第二年他才改iPhone 我真的送的是iPhone 可是你知道我因為沒錢 我還跟他借錢 我覺得老婆會做一些事情 讓我們會覺得 會覺得說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可能你今天給我五千塊 好 一個月五千塊 可是我用一用 我會省啊 我可能剩下 我知道我的包包裡面 可能還有一千五喔 有一天我去成品買東西 去買一些 我可能會需要的一些 營養知識的一些書 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在櫃台結帳 那一看就知道這個是 我一千五的書 其實基本上結帳是絕對夠的 當我快 大家不是都在排隊嗎 快到我的時候 我把我的包包拿下來 我發現 我裡面只剩下一千塊 我買的書是一千三百多塊 我沒有三百多塊 那個五百塊怎麼不見了 我想那五百塊怎麼不見了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說對不起 我還有一本書 忘記了 我再去拿 我就讓後面的先結 我就到後面去再去找書 我就飄走了 我回去一直在想 是誰賺了我的錢 還是我錢搞丟了 我回去問我老婆 我老婆說 他幫我抽走了 他幫我抽走 他不跟我講 原因是什麼 我原因是說 他說我現在可以幫你存一點 你現在還有那麼多 我知道你剩下最後幾天 你也用不到那個錢 我就把你五百塊抽走了 好 不是 你要拿走 你為什麼要拿走 你為什麼要拿回信了 你錢為什麼要放皮疙瘩 你錢應該放在鞋子裡 對啊 你為什麼不能放鞋子裡 你知道嗎 因為鞋子已經擔滿身高 身高一點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把鞋子打在那裡 你幹嘛 沒有 沒有 太高了 鞋子太高了 你太高了 所以你可能是你最近 胸襲越越大 其實擔了一些東西在你 鞋子都高了 來 先買一顆 鞋子比我們都高耶 你鞋子太高了啦 鞋子高在外面都比在裡面 我這個鞋子 鞋型就是這樣子的 你怎麼樣 他就創新巨的鞋 對啊 他是新巨的 對啊 都好 這兩個缺點 第一 鞋子太高 第二 牙齒太高 你搞不定 你搞不定單拍幹什麼 搞不定幹什麼 你那邊的牙齒 太咬味太重了 靠腰子 這是 玄石棺 哪個叫路啊 那別忘了 你是不是想要問他呢 你是不是想要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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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要講什麼 老婆你給錢啦 你是不是想要問他 你是不是想要問他 人家趕快不要再讓他講啦 你是不是想要問他好不好 月薪母親還有辦法做全職外 閉嘴啦 分析不管 你也配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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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黃醫生你說句公道話 他是不是真的 你的眼睛做太白了 你好要講話 我請你喝咖啡 等一下 那老兵你怎麼顧小孩 你叫什麼 新男老兵你怎麼顧小孩 我們是從成長過程到現在 幾乎都參與了 對不對 你說這洗衣服洗澡 誰離家出手 對啊 我們也都參與 對 我安上嗎 他老來得罪 他覺得他的時間不多了 對啊 你不要亂講話 一天找一天 一天找一天 那幾個爸爸在那邊 誰先走還不知道 你不要講對不對 對 每天找一天啦 不是 你要了解他 你要參與他所有的過程 這還好的 對不對 我女兒到現在連剪指甲 挖耳朵 然後親舌 還是我在弄 到現在還是我在弄 我昨天才剪了指甲 其實有很多爸爸不知道 連包括肚臍怎麼親都不曉得 好爸爸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謝謝我先走了 不要走 不要走 我居然顧小孩 在這裡待著好 OK 媽媽們花錢的邏輯 有時候你也想不太清楚 你不要光只有講我們 你要控制我們 你們自己還不是一樣都亂花 對不對 衣服就算 小朋友衣服誰家沒有 我家那還有一百多元 對啊 真的幫我賣一下 可是你知道 我老婆也是會有一個習慣 買一個東西 她會買兩三樣 就同樣東西買兩三樣 有一個好像是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牌子 Panasonic的一個 好像一個空氣清淨金 一台要一萬多塊 我知道 對 那種很貴 有一個中間是一個圓的 對 很貴 那個還滿好用 買三台幹嘛 買三台 為什麼 你家會氣有那麼重 對 沒有 一個住的一個 Panasonic老師的老人味 老人味 老人味 一個住的一個小桌的房間 我們現在頭一袋見你 看 我剛剛被推人家 你有救我 我有救你啊 你有救我啊 他說你買的應該啊 他們家三台 他們家我真的有去過 他們家一台在客廳 一台在房間 一台Pan老師抱著 我心裡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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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老人味 而且我可以做土啊 剛剛我們來主題是想說 那你們力氣 然後再講一下老婆的壞話 然後就被球賽講了 想說那再講一點 然後就幫自己說話 然後又被 老人味搶走 不是啊 誰人老心的 你現在大概比我還慢 你還要講我 那你講我咧 你那個四張道現在都沒好 聽說有問題 我不相信 你看他現在坐椅子 他怎麼敢坐得太直 他都這樣子啊 對不對 不是 好 我可以接受 你買三角度 譬如說客廳一台 小朋友房間一台 你抱一台 抱一台 抱一台 我們自己組一台 可是我們就 那你要送節目帶來好不好 不是 你嫌我味道重 你嫌我味道重 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你剛剛 你重回你的位子 好重喔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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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錄了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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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又買三台喔 對啊 房間給我放一台 第一次第一個禮拜 用到現在 現在已經一年多 沒有用過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我從一剛開始搬家進去 我就看 連他來都還質疑過 他買了一台非常大的 一個洗碗機 那個好像是 對 餐廳可以吃飯 那個七個人吃飯 那個板豆那種一桌 其實十五個人吃飯 我們一直可以來洗乾淨 那我專業級的那一種 可是我們家只有兩個人 讓那洗碗機 是要幹嘛 我跟你講那個 我跟你講你覺得 後來潘老師整個躺在洗碗機 我就不知道 你會講那個 洗乾淨 洗老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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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了吧 好累 然後呢 後來呢 後來就繼續洗啦 洗完以後 家屬來看 很莊嚴 洗得很好 好煩喔 怎麼樣 歡迎來我家洗啊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來洗一下 就買了東西 沒有人在用嘛 對啊 這就在丟在那邊嘛 然後... 然後現在裡面放什麼 紅酒花皮 什麼全部的堆積 全部都放在裡面 好 除香 對 因為只有兩個碗 你就不用開那麼多 浪費水啊 沒有錯嘛 多人空間要買的時候 你這錢花 你要幹嘛 請問 猜一猜 這種腸胃的病毒啊 有幾支可以讓你生病 第一個是一萬支 第二個是一千支 第三個是一百支 第四個是十支 完了 其實醫生的那個心理很好猜 第一個通常是對 第四個 後面在掰的 所以是第一個 一萬支 我覺得一百 答案是幾支 他老實知道耶 十支 對 十支就可以 十支就可以讓你生病了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發刀太久 會引起腦膜炎 你閉嘴 居然會講英文啊 這個節目好棒 趕快 老兵 老兵發刀 老兵 我選二人 今天我女兒 上個禮拜發高招 莫名其妙要發高招 四十度 連續兩個晚上 對 因為你看嘛 我沒辦法找你 我就送別家醫院去 醫生也跟我講 你真的不要弄病太久 他說因為這種連續發燒的 他說三十九 三九度半四十度 他說你如果真的太久的話 你可能會對腦子不好 會引起腦膜炎 我記得他有講過這句話 可是呢 像這些什麼 什麼行洗手那個 那個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什麼 腸病毒那些 酒精都沒有辦法消除 你們有沒有上過學呢 你們有沒有跟到學校去 沒有 對 所以我告訴你答案是二 還沒那麼老好不好 還沒有上學 好 來 答案二好不好 你最好記住你剛剛這一次 對 對 你是這樣子 你要學下去 我跟你講 沒關係 如果這題不對 我跟你講 我看你要胡說八道 那個醫師 很簡單嘛 沒關係 我們請我們陳醫師 來解答一下 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說法 正確說法是第四個 沒有 看你怎麼適應奇說 是沒有 我跟你講 拿醫生敗掉了 果然沒錯 然後又不能剪 要趕他多方沒有 接下來日子 你應該看不到我了 好 劉醫師 謝謝你 老師聽說你有個小錢罐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那個叫 我那不是小錢罐 叫大錢罐 我們平常有習慣 你拿起來就是 要罐 錢罐 你不會要罐 怎麼會罐 你放在家幹嘛 好複雜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家是沒有錯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有習慣 會掏錢放什麼 可是我們家放錢的地方 是就在家門口的地方 那是一個風水罐 我們有刻意擺一個鐵桶 是家裡面所有的錢 我都會 習慣性都丟在裡面 但是那個錢呢 只能進 不能出的 你一年只能拿一次 你把那個錢拿到銀行去 不過有一次就是 他我還記得 有一次你記得來我們家 他老婆不在 他來我們家叫 我們兩個去叫外賣 我們想說自己讓自己吃 我還記得我們叫十字大夾蟹對不對 對 好 等一下十字大夾蟹 人家送來我們家 我發現我身上只有一千多塊 我說那你就先擋一下 一千八百塊 你們兩個怎麼回事 他就不要吃大夾蟹 他就不要吃大夾蟹 而且我還跟他講 八百塊我只能夠擋兩百 我還要加油 對 他就還要留一點 他就知道還要留一點 我真的在那邊實在沒辦法 因為人家送人家來了 我就只有蹲在我的門口 把我那個錢筒打開 我們兩個人在那邊 算了五千多塊給他 真的 然後我五十塊拿給他 他那一疊五十塊一疊一千這樣 弄了四千多塊給那個老闆 你這樣多慘嗎 結果接下來那一年的工作 對啊 都被大家先剪斷 我比較隨性一點 是讓我女兒去玩 她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會去過濾 我家裡面進來的每一個玩具 因為其實 限制入太厲害了 所有東西 地墊上面不是有英文 不然就是上面有數字 不然就是幹嘛 當然啊 對不對 手機滑來滑來都看得到了 她會看就是會看 她不會看就不會看 我跟你說 雨萱你讓她去 學看這些東西 我有一種東西 你知道我去做了一個 我跟我老婆做了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譬如說我去點這個東西 譬如我點這個蘋果 它會叫Apple 它會出那種聲音 點毒筆 對 點毒筆 不是我去買的 你好弱 你講完之後 我說 我買一個筆 我買一個筆 好嗎 點毒筆 你不要管我 她在創造互動 她在創造互動 對 這老師的本人 真的對不對 不是 你要聽我講 這個東西 我不是去買的 你自己做 我自己做的 我們去買那個錄音筆回來 然後去貼那個紙 就是它可以去 負貼那個紙 跟這個有感應 跟香蕉有感應 跟什麼有感應 譬如說它會知道 點到這個蘋果就是Apple 你買點毒筆就好了 對啊 沒有 你不要自己去發 她先做這些東西 現在點毒筆很厲害 就像我女兒一歲半怎樣 她到動物園這邊 她可以把每一個動物幾乎 都叫得出來 一歲半都可以叫出 所有的動物人 不是 不是 你要先去把那些動物 都貼上你製作的QR 對啊 欣欣欣欣欣不要動 貼 不要動 不要動 貼 你們倆是怎麼樣 我教小燕 就是要你教我的 不是 你做點毒筆也太厲害了吧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不想 我們想不要去買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自己做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做 有樂趣 而且我女兒其實學習性 是非常好 所以她玩的這些玩具裡面 我不想讓人家覺得她是 是因為用自如的關係 她才能夠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讓她自己平常去吃到 是你五千塊夠用嗎 我跟你講我當然不夠用 我本來還不是五千 她知道我本來是三千塊 她本來是三千 後來誠哥 誠哥那天就跟我老婆講說 你不能這樣 對男人不管怎麼樣 他也是個大哥 你怎麼給他三千塊 他怎麼過日子 後來我老婆才給了多兩千 然後她也幫我慫恿了一下 所以多了兩千 所以就跟她講 她說玉琳哥沒有超過五千 那你也就不要再超過五千 兩個人就剛好一起有五千 她就這樣 你這不合理 你加薪足度高達百分之六十七 對啊 對 多兩千 真的啦 沒有辦法 我老婆他跟我賭一句話 也把我賭死了 第一個 你又沒有什麼 晚上喝的那些 全部都沒有 你就是工作上班回家 你能夠吃什麼 不用跟學生應酬 對 跟同學借錢 不用我們一起吃 他有一次跟他老婆賭 他連那種話都要說出口 老婆 你給我多吃一點 吃好一點嘛 我再吃也沒幾年了 你再吃 就這幾個棒了 對啊 他老婆才明講跟他加兩千 吃... 因為我吃不飽 這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你吃不飽 對你的事業其實很有幫助 對啊 因為你是健身教練 不能這樣 誰跟你講 誰沒有這種亂講 沒有吃不飽跟健身教練 那沒有關係 一定要吃飽才能餵大家 對 就像你看 你吃多飽 感覺多好 對 超飽 超飽 不然這樣 我 我... 偷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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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吃啦 真的要吃 可是你知道 但是我們有時候出去 你想想看 我們勢必還是有一些 譬如說應酬 那些還是都會啦 對 而且你在跟著那些 小弟出去的時候 有的時候真的最尷尬 就是說比方說 我們同桌都是小弟 你總不能跟人家 在那邊勾大曲嘛 那就是要很霸氣的 買大曲 我們都要這樣嘛 大哥都沒有購買 對 結果你錢不夠的時候 你那整個窩囊掉 氣勢都掉 還要在那邊借過尿噸 對 我們常常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有的時候 給自己會買一些 所謂的營養品 像我一直都有在吃一些 自己的營養補充品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都幾歲了 你不讓我 你營養品都買不起就對了 營養品那些東西都不便宜 你吃個買個維他命 對不對 你光一個New Skinny 維他命那一盒就要四千多塊 他跟我吃一樣的 大家知道 不管怎麼樣 我也是一個歌之輩的人 對不對 都演藝圈都三十三年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 有時候跟大家出去 我到現在還欠他六千塊 對不對 我到現在還欠 他哪會不想要的 希望哭 對 欠了六千塊 那我想說其實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的待遇 能夠再多個一萬 好不好 一萬五就好 一萬五就好 一萬五差不多 對 我要求沒有很多 對不對 那乘客也講說 其實你出去 大男生身上只有不到一萬塊錢 是不是也難看 一萬五就好 一萬五就好 那可不可以先幫我一下 就是這個月六千塊 先幫我先還一下 好不好 先還他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了 我老公不是我們不幫忙 我們真的自己沒事 給自己找事情做 他不就自己打臉 我老婆其實 我們家其實是這樣 我們對小朋友的教育 有一些比較 模式一些規定 就是說 可能我在交的時候 你就先不要插話 因為我們會有不同樣的標準 對 那你交的時候 我就不插話 那其實我常常 我也會跟我們的小朋友講說 遇到問題的時候 兩次 對啊 因為小朋友有太多 太多事情她問 太多事情不懂 那OK 我女兒其實 我女兒是反應算是蠻快的 她在學校的功課 算是前面兩名 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 那基本上 就可以很放心 沒有 小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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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講經驥名言 小媽媽 對不對 這句話也蠻常講的 因為我們給她們的教育方法 其實會有一些方式 對 所以其實我們當她說 當你碰到你不懂 你就問 媽媽 我今天可不可以 先吃冰淇淋再吃飯 不行 那一定要先吃飯 再吃冰淇淋 那我吃完飯之後 我要先吃冰淇淋 還是要先吃水果 她就一直問這個 然後她又問這個不懂 那個顏色 她說 你覺得我畫這個顏色好不好看 媽媽真的會煩 她就說 去問你爸 聰明 對 去問你爸 當她問我的時候 我當然會告訴她什麼顏色 我也會在我女兒的面前講說 是你當初跟她說 有什麼事情就要問的 那她會這樣問你 並沒有不對 那你現在就要來問我 那這個事情 你應該這個事情 你要自己去處理 你應該要自己去解決 然後我女兒又跑去問她說 爸爸之後叫我再回來問你 然後我說 你沒有看媽媽 現在在媽媽 你先問一下爸爸 我女兒就回答說 那你上次有回答我 這次你為什麼不回答我 她連這個都要問 對 她就會這樣問 然後她就這樣問我 問我說我已經不回答 她說 那我去找阿嬤 她就打電話給阿嬤 阿嬤 我可不可以先吃冰淇淋 再吃什麼的 那這種事情 你為什麼要來問我 後來 對 沒多久 阿嬤打電話給我們了 你們兩個是怎麼樣 對不對 你問 你們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不自己處理 她現在跑來問我 然後阿嬤現在也不回答問題 說這個問題 你不要再問了 然後她打電話去給阿公 她好聰明喔 她就一直問 她就會一直問 那老師你女兒是你生的嗎 那我問你 你覺得小孩子 遇到不懂的事情 就要問是不是正確的事情 是正確的事情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 跟老婆同心協力一起解決 不是 因為我們有分工 當初有講好 你分什麼 分 就是這個部分 是有問題去處理的 她的那個部分就是不要插手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跟那個誰 宋哥差不多 有一點點類似的地方 某些在英文程度太深了 是我沒辦法處理的 所以她常常會回來 我女兒會跟我講 一大堆那些有的沒有 因為她們是雙語學校的 所以她會講很多英文 是我不太知道的 但這個部分是我老婆懂 對不對 我老婆英文很好 所以就必須由她去處理 所以在教的這些方式 但是這些譬如說 你一點始規矩就交給我 是 你什麼規矩 我以前我老爸就是這樣 你們的座右銘是這些 我們以前開玩笑 我老爸給我的座右銘 不得了 是不是 這個叫 生於勇犯 死於安落 是嗎 那都小趴了 那是嗎 對 我老爸告訴你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 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 要創造宇宙季起之生命 其實我們家有買很多玩具 但因為廠商其實 就是給非常多的那些玩具 有些東西很適合 有些不適合 那我覺得喜歡她 她既然喜歡玩這個東西 我就不如讓她朝她 現在想要的這個方向發展 做黏土其實很好 做黏土就是 你知道因為要百萬公司 都會有黏土 可是你知道 很多人做黏土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有老師教她 對 有老師教她 可是我不是 我是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我從頭到尾跟著一起 在她旁邊黏那個黏土 所以我們家黏土一堆 好可愛喔 所以是她做出來的 是我女兒做 自己做出來的 好漂亮喔 真的不像是小孩子做的 對 我覺得 真的不像是小孩子做的 可是旁邊老師會教你 你要先用眼睛圖大小 她就會譬如說 她的東西是 就是老師幫她 教你把這個形狀做出來 但是她自己的顏色 她自己搭配自己 對 還可以 自己做出來 真的很厲害 那我想她喜歡玩 她以前就喜歡玩一些 所謂的拼圖的東西 你看我們的玩具 家裡的玩具 所有的東西 點點滴的這些東西 幾乎都是她在家裡面 做的那種 這很多耶 錢寶 這些是她自己做出來的 她是自己揮的嗎 自己揮出來的 不是我們幫她弄的 她說這裡要有一個院子 要有一個小馬 然後這個馬 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而且有馬車 對 把那個城堡蓋出來 要怎麼樣做 心裡的夢想 那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 小小朋友的過程當中裡面 我曾經在節目上 我不是之前有講過嗎 就是我說 這些東西其實還不重要 來 先把我的板子 幫我好不好 這個也很長耶 對 應該比你身高太高了吧 沒有這麼高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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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不好 來 唸一遍 來 一遍 結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過程 這次也不錯啊 是不是這樣 對 結果真的是不錯 可是我都跟我小孩講說 過程不重要 我看結果 不... 我跟你講 你這樣就完蛋了 你直接給我考試100分就好了 沒有啊 我不管你怎麼念書 或我不管你怎麼樣 反正你就是考到這個成績 給我就好啦 好 那我跟你講 其實有很多壓力 是來自於小朋友 在日常生活 或是在他的生活圈裡面 當中所產生的 那個壓力就來自於 就是他比如 他什麼事情他都要比較 他所有事情他都不會服輸 那你這樣的話 其實不是很好 我常常跟我女兒說 你要去懂得分享 我記得我上一次 在她的學校好像有一個那種 應該說學校常常會 有什麼運動會 前一陣子而已 在那個過程中 要去比賽的時候 我就跟我女兒說 然後我們一起來玩 我們隨便玩 我們輕鬆的玩就好 不要玩得太好 我說你不要跑 因為我怕你會摔跤 我說你不要衝著跑 我說你慢慢跑 爸爸陪著你一起跑 好 那我在跑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 其他爸爸拚了命 其他叫爸爸出來 前面跑第一棒 他叫遺傳啦 跑第一棒還要拚了命 我那個心裡想說 你們別人沒找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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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我也來跑一下 我就硬跑就跑第一名 你知道嗎 然後第一名我就接棒 接個我女兒 然後我女兒就慢慢跑 爸爸 你還跑那麼快 你剛剛問我說 叫我慢慢跑 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為什麼這樣 他說你看你跑完回來 他的同學有的哭了 因為他爸爸跑輸了 他就哭了 他說你看你不是說 叫我不要爭第一名第二名 那你為什麼現在自己 又要跑這麼快 就變成 我不知道該怎麼 我們去跟他說這個事情 還有一次 星光參與辦了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就是要讓小朋友 他們要去爬一個樓梯 然後爬上去的時候 要戳一個氣球 從滑樓梯讓他滑下來 我就說 拉拉 爬這個東西比較危險 你慢慢爬 如果今天你爬不上去 或是有人從你後面推 你讓他先走沒有關係 那我女兒是 確實是 跳舞不會跳 但運動細胞非常好 就體力很好 啪啦啪啦啪啦 就跑到第二名去了 很快就跑到第二名 然後前面的小女生 小男生就推要擠 她就讓開來就說 你們先 結果那兩個 啪啦啪啦下去的時候 就第一第二名 那第一第二名呢 有送她 我女兒在當現場 當她發現她第三名的時候 她大哭了 她哭到全部沒有辦法 我後來就把她抱到廁所去 她說 是你叫我不要衝第一名 不要當第一名 我讓給她們兩個跑 那兩個下去第二名 所以拿到了 Elsa的公主 她沒有 那一天在學校上 她把所有的Elsa 給我全部買 這樣 但我是想說 其實如果在這種 大家的競爭場合裡面 但是儘可能不要發生一些 所謂的狀況 我只是會擔心 是啦 對 那她比賽 她在學校裡面吃飯 她說 爸爸我跟妳講 我今天在學校吃飯 我第一個吃完的 老師都沒有說我是第一名 我們因為這種事情 我還到學校去跟老師講說 老師麻煩妳在班上 不要分名次 不要知道她做這個 那她都是第一名 她永遠都希望她是第一名 尤其是母羊座的女生 她不可能會服輸的 對 所以你下次帶你們的女兒 帶你們的小朋友來跟我女兒玩 你看好了 她一定跟你拼著命 做家事是經常啦 我從以前就講過 我會有一種習慣 Maybe是我自己的強迫症 可是我會把家庭弄得感到 不是 你看不是強迫症 不要這樣講 對 不是 我跟妳講 其實你從一個人 平常的一些穿著打扮 你可以知道她平常生活 是不是有一些約束 那我們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自衛在自己某些環境 對 什麼樣的地方的人 那我會把家裡弄得乾淨 你是習慣性嗎 如果家裡面兩個人 一個不做 那另外一個總得要做 對 那好啊 那我們洗碗 洗這個洗衣服 可是已經在幫你做這樣 其實很少有爸爸會做這樣的家事 我知道是真的 洗碗洗地 偷地 什麼都是我在 洗奶瓶 剛好我也會喔 對 我們就是 反正就是包辦家裡面的所有事情 可是有時候做好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你幹嘛弄這個 那個弄弄不是一樣又髒了 你幹嘛還要弄呢 然後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我把這個地方弄好了 那你把東西放回原來的地方 沒有 從來沒有一樣東西是歸在原位的 我曾經在我的冰箱裡面 找到過他的高跟鞋 因為他帶出去修高跟鞋 去買菜之後 把高跟鞋放到袋子裡面 他也忘了 把菠菜整個就放到冰箱裡面 所以我在冰箱裡面 找過他的高跟鞋 那怎麼辦 那就他這樣 那我要總要去處理 那他今天應該喝毒了 那我把一些衣服 丟在洗衣機裡面洗 可是洗完之後 你的衣服要烘啊 要烘 可是他會說 我這衣服不能烘 你那衣服不能烘 你也不知道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衣服 但他也是去把蛋拿進去烘了 我不是在洗髮拿烘的 不是烤蝦 蛋沒有在烘衣機裡面的 好不好 所以 為什麼他又往下進去 對啊 那我跟你講 已經把你們弄得乾乾淨淨的 把你東西都放好 我只知道我不會折你的內衣褲而已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那怎麼弄 要怎麼放一個背面 沒有 他就這樣而已 沒有 他有一種折法 你們捲捲 然後一小坨 他是那種士官長 不是 你不要講我摔了 你看他衣服啊 士官頂天的 線條就線條 你看他衣服都白白淨淨的 因為我太乾淨了 捷白無暢 沙發地板 天花板 全部都是白的 那 潘老師你可以忍受 譬如說白沙發上面有藍色的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四周他那個拉大便 拉在我那裡 我沒有拉大便 我做到房車了 咖哩餅 對 現在我就還沒弄掉 就是那個咖哩餅 那弄不掉 沒有 他真的堅果症 我們去他家 走到哪裡 他拿一根拖把 跟你跟到哪裡 對嗎 然後你上他的馬桶 你尿個尿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人是這樣 我們尿個尿 洗手就了不起了對不對 他要你洗澡 他怎麼要洗澡 不要亂講 不要好好聊天 我們下次到我們家去錄影 我們下次到我們家去錄影 他們家真的太精采了 全部都白了 對 你們家全部都白了 他又節儉 那詹老師向他家說要杯水喝 結果他跑去樓上神奇心的 拿廚師機的水給他喝 拿廚師機的水給他喝 拿什麼 拿的啦 拿著詹老師喝兩口水 不要喝完喔 剩下的我要給他拿洗澡 這一拍你要聊多久啊 我現在也是要跟我老婆 我兩個現在剛好先說 我們現在要證實一下 我覺得是因為高大食物 因為我女兒吃鹽吃得少 他吃得都很清淡的東西 所以他長得高 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高大食物如果太多的吸收 其實他是不吸收的 就是高大的東西就是他不太吸收 那夜間倒汗 他一直覺得倒汗的原因 就是因為缺鈣 所以我跟我老婆現在兩個現在 我們現在為這一題 我們倒是要確實 但我覺得我應該是對的 那頭髮吸出那個 沒有 那我覺得那是跟 遺傳有關係 這題 針對性 針對性 所以發牙延遲時間 發牙延遲那個沒有 那個真的是八個月之後 他才會長牙的 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我覺得應該就是四 好不好 老婆也要注意看這一題 那個工作環境基本上 要讓老婆放心 其實也不是一件這麼難的事情 可是你都是女學員 對 這就是我跟你講 這就是因為有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沒有 他厲害的地方 對啊 工作環境 吃得乾淨厲害的地方 而且我到他老師的那個教室去 都會特別知道 都很漂亮 對 身材都很好 那天你去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看到我老婆 沒有 沒有啊 我跟你講 我老婆呢 從我開了那天教室之後 天天在教室裡面 每一堂課 他都會坐在坐鎮那邊 因為你們那一棟樓現在犯桃花 桃花邊 你們當然是我們很節身之愛 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我們跟同學們 任何的這個 譬如說每個月我們會跟粉絲們 聚會一次 跟他們聚會 一定都帶著他去 他都一定會跟 可是潘老師有的時候 在職場上面 在教舞的時候 會鼓勵一些那種 吃奶他們的話 對 你不就不能亂講老婆讚 當然啊 其實沒有 其實他們都知道 我搬到一個學生 唯一知道就是 我所有上課的老婆 一定都在後面 因為我的辦公室 就只有一天玻璃而已 一打開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隨時會從裡面看 其實我跟學生 他沒有 他的格局沒有那麼小 但是他會告訴你 反正你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因為他那些吃奶 我認為是知所進退的 嚴守奮祭 所以在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子 嚴守奮祭 復告人家 Kiki一走 那些吃奶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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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天啊 所以潘老師現在上課的時候 幾乎衣服都穿很少 沒有就是洞洞 都被濕的 洞洞很便宜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 當然我們有自己的一個 教學的模式跟方法 跟同學們之間互動 所以我們每個脫衣服 但是你要跟他互動之間 都有一個所謂 拿捏分寸 所以老婆都會在 不用擔心 但是你們有時候 給我們一點空間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你學生們 譬如說每個月都會聚餐一次 他會告訴你 誰是誰把名單給我 為什麼要聚餐呢 不是 我老婆就問同樣的話 為什麼要聚餐 對啊 他也沒有跟病人聚餐 對啊 健身是健身聚什麼餐 他沒有跟病人聚餐 他沒有跟護士聚餐 對 對嘛 他跟健身房跟你一樣 如果護理學會有原因 因為學生有一些所謂的互動 他下個月就不會來了 有 他就是不會來 這是行銷 對啊 潘老師是賣那個 其實這是有點偶像 在施奶界的偶像 我們對他們一定要 就像跟家人一樣的客戶他們 對 去了解他們 你剛才講這一個 小朋友其實常常 每天都要大便 對不對 小朋友的腸胃好 基本上都會大便 那其實沒有每天大便 那個就是不OK 所以他其實沒有每天大便 那個其實是真的就是 真的是不OK 你講的是對的 那我本來其實想 你幹嘛要全負自己 不是 你到底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知道 就是沒有人已經選錯了 你們不是大便是錯的 沒有今天大便是錯的 沒錯啊 老兵需要一直在衝突 你知道盒子是錯的 對 盒子是錯的 就是沒有天天大便 沒有天天大便 沒有天天大便 就是便秘對不對 對 那你就選錯了 不是 一啊 我選一啊 沒有天天大便啊 沒有天大便 現在連盒子 盒子是錯啊 潘老師 文法有問題 你看你屏幕都沒看嗎 那我講錯了 那我講錯了 亂來是不是 製作單位有銀姓嗎 天啊 幹嘛給我 今天爸爸們根本就要緊 我們還能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女生本身 沒有什麼特別的安全感 她對這種東西 她就特別的信 我們家這個不得了 我跟你講 我們家這個 我告訴你 厲害了 這不是一樣 難怪 對 我說是不是你們 我覺得你可以跟我老家 大家射播叛鬼啊 對 不怕一萬不怕一大 大白天喔 不管是怎麼樣 二十小時要通火 燈火都要通明 就是一定要讓所有 都看到 點光明燈就對了 永遠不關燈 永遠不要覺得太可怕 不能滅 而且她就關了燈 時場不好 對 時場不好 陰氣會太重了 對 有的時候你知道 在家裡面 譬如說有時候晚上 非常有一點勤調 不是 我現在關小一點 不行 那打開 她也沒有影尊的大燈嗎 沒有 她家是全開的 我們家這都全開的 我後來因為這樣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我就去請人家想辦法 設計一種那種 那種開燈的那種 她十分鐘之後 她自己會 然後她不知道 這樣不是更可怕 我就偷偷 因為裝在電櫃裡面 她也不知道 然後她說燈滅了 她說你看 來了 來了 來什麼 去他們家 那個門一打開 我說怎麼樣 很像那個飯店 Checking 你知道嗎 真的喔 她開到她浴室的那個 旁邊的牆 全部是玻璃 裡面的燈也是開的 玻璃櫃燈也開的 然後前楊台 前楊台是那個花園嘛 很像放木板的那個 就是敷木板 也開喔 為什麼 超浪費電的 超浪費電的 然後她的車子裡面 開車也要開燈 真的假的 沒有 我只有兩次 車子因為這樣 被她開到沒有電 停到路邊 請人家來救車 可是這樣開燈其實是危險的 不是嗎 因為我老婆她坐在後面 她要把那個燈開的時候 她就忘記關 我後來到現在 我車上沒有燈了 我把燈泡拔了 看你還要不要開 就是她一直要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是要開的時候 所以她們很害怕暗 所以她把自己的車子 改得跟一個日光燈一樣 她的車子跟電燈泡一樣 很厲害 怪不得她要去挑白牙齒 老公沒怕 我因為怕黑 老公 你在哪裡 老公在帶牌 老公在帶牌 像貝哥很驚人 就很驚人 一個月電費大概四千多塊 五千塊吧 對啊 因為尤其是夏天就更貴 所以我現在變成LED燈 就是比較省電 對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全開 因為廚藏室 平常沒有運用她也要開的 廚藏室也開 真的 廚藏室裡面會躲一些沒有的東西 對 什麼地基礎會躲 地基礎會躲 地基礎會躲 地基礎 我跟你講 她們家有一個很誇張的事 因為她的更衣間在二樓 我記得她在二樓 我上去以後發現 因為她們家很怕黑暗 所以她們家連更衣間的那個門 都是透明的 透過那個門 你一看到 而且她的那個衣服已經擺滿 擺滿之後 光線還透露出來 你看那個燈有多強 因為她覺得不能有 實角是黑暗的 這樣家裡面的氣場 那睡覺呢 才會好 我跟你講睡覺 我想到了 我跟你講 有的人睡覺是有一點燈 這沒有辦法 我不行 對 我後來都要這樣 有亮點就不行 我後來真的沒有辦法 我去買那個全照式的那種 她的眼罩 把眼睛蓋住 然後她跟我說什麼 不行 老公這樣 我看不到你的臉 你說沒關係 我漏牙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 我就說你不能 因為你真的家裡太亮 沒有辦法 因為睡覺真的會很想 後來就想到一個方法 我就買了一個普蚊燈 我買了一個普蚊燈 放在店上 至少還有一點點光線 它很亮 好不好 那她就是 她說如果說你要開一點普蚊燈 那還是暗 那我就要旁邊 圍那個像抱著一樣的 圍一圈圈圍在裡面 它就比較有安全感 她是不是小時候有什麼 對 她是感覺這個 被恐懼在 被關在廚藏室裡之類的 對 有可能 對 所以我就真的實在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不要再把小孩 關廁所的那種 是真的 長大會浪費電 長大會浪費電 我老爸會四點鐘 會在我的房間這樣 老爸起床 起床 我現在就沒有聽到 他就啪啦一鍋貼 就下一個 我叫你起來又不起來 老公都打過來了 你還不起來 天啊 超鬼運的 剛剛半夜四點耶 四點 所以我跟你講 我那個時候恨爸爸 說為什麼你 我不可以讓我好好睡 因為你們那麼幾天那時候 但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就愛我爸了 我只要是當兵的 任何的緊急機會 我是第一個站起來的 任何的風吹 我到現在的 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這樣 你就跟瑞哥講說 不要這樣交曉 交出來變潘若迪 他開心嗎 對啊 我們現在的解決性很高 他現在跟警犬一樣 哈哈哈哈 人家以前知道我 南港國寨以前是 墳墓 南港國寨那一區全部都是墓園 墓園然後改造之後 我以前是住在南港國寨那附近 我爸爸常常喜歡到南港國寨那一區 他們是就是 墳墓堆常常會有一些 呃 池塘裡面有魚 他常常喜歡到那去釣魚 啊 他呢 在那釣魚 他叫我送飯過去那邊給他吃 可是你知道那個時候也是 亂葬港 這裡挖出來放旁邊 那裡挖出來一個 那裡一個 那以前是真的是這樣 那過去的當中呢 沒有關係 因為他要我送去的時間 雖然是天都有點昏暗 會啊 而且黃昏是什麼 五六點鐘 就像現在五六點鐘 他要把便當送回去給他 那經過這當中呢 他會放他的筆墨宴在 可能某一個 往生者的墓園旁邊 好可怕 他告訴我叫我去拿 好恐怖喔 他要訓練我的膽量 他說你從這過去 你到那個地方 那個王先生 王先生 還要去開地 他沒有開地 他說那個王先生那邊 有一個什麼什麼 你去把我的筆墨宴拿過來 這個太奇怪了 他就是為了要訓練我 再訓練 我 我送過去那個飯 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車 因為像他進去送我去飯 那個跑那段路 跑 剩下去 菜全部 那很恐怖耶 只是要快 他說你快 他飯上拿給我吃就算了 你跑我菜到哪去了 然後我沒有辦法 我說叫你拿過來 驗談那些東西 他說 我說爸我怕 我沒有辦法 那是鬼 他啪了我的耳朵 走到那個墓園 我說你看看 他躺在那邊 他不會跑 你可以跑 你怕什麼 他說你可以跑 你怕什麼 可是他會跟著你耶 對啊 不是他就覺得 你說爸他不會跑 他會跳 對 他說你是沒出息 你這個不得了了 沒出息 我又是不巧 我真的對得起 耶 那麼所有的東西 就要現在所有事情 都是根深第一 對 有幾個人到現在會背 理義廉恥 沒有一個人背得出來 他就理義廉恥而已 沒有 你拿一堆舉舉的態度 意正正當當的行為 連清清白白的辨別 此 確確實實的覺悟 真的是老兵的兒子 他也不要這麼說 國家還有有你們 潘老師說說看 你選三問 我選三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小朋友最近因為咳嗽 這次因為厭血之後 他還發現 他對塵蟎過敏 那塵蟎家裡面就是 像我們家是 就是我說過 那種是敞開式那種 那種櫥櫃 對 所以衣服上一定會有這些塵蟎 再加上你那些床墊上面 小朋友常常會在上面玩 對 就一定會有塵蟎 會造成過敏 所以兩週以上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他絕對就是因為 過敏的關係 有些運動可以讓我們 就是雖然下盤變大 但是也就是很漂亮的打 那運動是有 那其實我跟平常這些東西 有跟平常生活上坐姿啊 或者其他姿勢都有關係的 對 你看很多人會這樣 因為很多女生會喜歡 他在看面紙他會這樣 對 我現在是 對 對 你必須做好 做正 你不要小看這種動作 你這樣動作其實就很容易 讓下盤肥大 真的嗎 會啊 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尤其是你骨盆 已經完全都已經走位 已經變的樣子 然後就是還有一般的女生 會喜歡內巴 會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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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無怕外巴不好看 沒有 我跟你講 對 都會下垂的 我們常常講說 譬如說你 當你屁股夾緊的時候 你站在那邊屁股夾緊 你後面放一個名片 那個名片如果你夾得住 這是你屁股下垂的 下面的地方 下面的地方 下面嗎 對 就是夾這個所謂的微笑線 對 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是 跟你平常 養成的生活習慣 就已經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看 我們幾乎男生女生 大概都會這樣 那到底做應該怎麼做 就是像這樣做 其實妳說實在 我們有一種習慣 就是你不要做那種所謂的 辦公室裡如果你的椅子 是有板 像比較硬的板凳那種型的 你不要坐滿它 你坐滿它整個臀部就 大腿跟臀部都壓在那上面 就是皮貼在那邊 整塊肉就在平白的那個地方 對 所以你可能會找一個軟墊 墊在你的屁股上面 但是不要坐滿 不要坐滿 那盡可能維持你自己良好的姿勢 這是一定的 那只是如果當你要去做這些 這些換腳 然後腳抬腿換這邊 然後那邊抬腿換那邊 兩邊互換一下 可是我希望能夠有一些 簡單的動作可以帶你做一下 好 龐老師 但是在你動一動之前 我覺得有人不合格 你身材好成這樣 你還在這裡幹嘛 對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他的小腹很小 你這樣 我以前真的是屬於那種胖胖 然後下半身位置 有圖圍證嗎 有圖圍證嗎 有圖有圖 有高中的外號叫做坦克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嗎 我沒有懷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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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高中的時候嗎 對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 就是被 同學都叫坦克 因為你知道高中不是都有那種 就是桌子一排一排嗎 然後有一次我急著要回去拿東西 我就這樣走 然後結果那個桌子就 然後就被我撞歪 然後我們班男生就開始 坦克 坦克 對 然後我從此以後 我的外號就叫坦克 然後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 大家都可以 對 花了多少年 好香耶 大概花了幾年之間 從高中到現在 對 然後就是可能做一些運動 然後我還有做 就是在上網找到一個 就是骨盆健康操 那你可以先教教我們嗎 先教大家 他還要綁腿 還要綁腿 對 然後如果你可以的話 其實是可以建議 你可以綁腿睡覺 真的喔 對 聽說有人這樣綁腿睡覺 就瘦了四寸 臀部 我要賣 對 因為它這個 綁腿就是有糾正你的那個 平常做的 你這個要去哪裡買啊 這個 這個其實在網路 對 網路上就有賣了 那要綁腿帶 你就找什麼 你就找綁腿帶 綁腿帶 綁腿帶 對 然後你會發現網路上 其實有很多倡檔 對 然後你可以直接就這樣綁著睡覺 所以膝蓋綁兩條 然後腳踝的地方綁一條 對 膝蓋上面跟膝蓋下面 各綁一條 然後腳踝這邊綁一條 是 然後它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躺著 你那個小腹太過分了 真的耶 然後第一個動作就是大概是 這個部分 氣力的氣力 然後這樣子抬起來 對 然後大概一個 這個動作要大概 做個大概一百下 一百下 一百下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動作 是大概會訓練到這邊這邊吧 然後這樣子 這個也很難 對 我很想知道這是上網查哪一個部分 是 所以你解釋OK嗎 就是這個 你的骨盆超有什麼特別關係 真的嗎 根本沒有 你現在做的就是 對 真的嗎 做的就是核心的動作 所以我不用擋 他記得他剛才做屁股那個 是有一點點 但是跟骨盆的左右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用的是臀大肌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跟你有一個互動的話 好 我今天跟你有一個互動 來 從下面 慢慢 對 慢慢 可以跟老公 對 這是一個動作 這也是跟 這才是做到骨盆的部分 這跟妳剛才那個是完全 核心的部分是不一樣的 了解 是最OK 那你們什麼動作可以 教我們所有的人 一起來動一動 OK 我們下半身 其實下半身 不要太難 如果不要 你很怕難也沒有關係 可以往北走就不難了 來 不是 我們講過很多次 每一組動作都有 它一定的一些方法 但是動作不要難 它就要簡單 所以說 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前跟後劍的 下半身 前跟後劍 把腳跟踮起來 你的重心在前面 是 輕鬆一點 在家裡每一個動作做三十下 右邊左右邊做三十下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右腳 觀眾朋友這時候 你跟我方向是同邊的 你的是左腳 三十下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中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重心在前面 二一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好熱 二八 二九 換邊 好 這就是股四頭肌的動作 來 我們現在做股四頭肌跟股二頭肌 所以說你必須要蹲下去的同時 跟剛才一樣 腳尖頂起來 觀眾朋友 剛剛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休息中間可以休息個二十秒到三十秒 好 再做一次第二個動作 好 很簡單一個 並開並 然後開並開 可以 好 站起來 並開並的時候就直接下去 六七 手給我六七 GO 並開並 然後開並開 並開並 開並開 再一次 並開並 我的開並開 說 並開並說 開並開 說 並開並 我的開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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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並開 開動 抬住 抬住 腳尖今天講 啊什麼 啊什麼 好 放鬆 兩個動作而已 為什麼太難了吧 這樣子太難 這樣太難 這樣太難 可是 可是其實已經開始流汗了對不對 已經開始流汗了 對不對 我們剛才的動作真的不難 就只有兩個動作而已 一去重複它 一次完了 第二次換第二個 然後每天做三次 就是不同樣的動作做三次 然後你跟著這樣做就好 這個動作做八個八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並開 好不好 一天三次 一天三次 就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沒有做成這個樣子 但是 我們這次的動作咧 不要光只是光說不戀 還是要跟著潘老師一起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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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師要來了 他換我們電話一分鐘 一分鐘 就可以讓我們瘦到 停不下來可能 沒有 當然沒有不能這樣說 一分鐘 你的人生當中 也不會只有那一分鐘的時間 對一兩分鐘就瘦了 就不要花太多時間 媽媽很忙 對...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你看所有的醫生也好 修醫生也好 醫生也好 都會告訴大家 譬如說你怎麼吃怎麼樣做 但是還是要配合運動 對 運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沒錯 所以說呢 今天潘老師就要帶大家玩一個 心肺功能好之外 還可以訓練 跟他今天我們的主題 下半身的 對 好不好 OK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吧 可以給妳拿跟憲憲 一起來好不好 好的 來 今天的動作很簡單 請你跟著潘老師 簡單的動一下 當然是我先把動作交給你 我們怎麼樣讓自己的下腹 也就是所謂的腹部核心的部分 下半身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肌力訓練 跟我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好 我們這個動作常常會這樣做對不對 拜拜 好 我們做一個前 前 後 前 前 後 然後前 前 後 好 放鬆 對 就這樣子 主要是讓大家可以穿一下 待會兒我們會做這樣的動作 當然可以就做 不能不要勉強 好 不能玩 你就在原地 前 前 後 前 後 對 有懷孕的不要坐 懷孕的不要跳起來 那我太休息 那我太休息 好 又懷孕了 好 那大家量力而為 好不好 很簡單的 我們只要做個一分鐘就好了 好 一分到一分半鐘這樣好不好 好 最後一個動作最難 好 最後一個動作很難 就是走 跳 這樣會不會 會 這樣也會 五六七 走 走 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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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這樣大家都會對不對 對 好的 音樂來的時候我們就 照實要你慢慢的來 好 為什麼現在已經流汗了 對 已經開始流汗了嗎 剛剛開始而已 好不好 老師 音樂請 來 五六 手給我 走 跳 來 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OK 蹲下來 來 後 前 前 後 前 前 後 很好再一個 後 前 前 跟著節拍再一次 忍耐一下喔 還有十秒鐘 達特轉移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速度加快 後 前 後 準備站起來 原地跑步跑起來 太難了 第一個就開始來教的 很好 很好 亂七八糟 後面再一次 很好對不對 敲一次拍光子會打開子 再一次 天啊 好 給我 手 換手 天啊 天啊 燒手 弄姿請面帶微笑 給我一個尖叫聲 有 來 OK 跑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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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再一次 Here we go 很好 然後最後一個手跳 手跳 快點喔 上起來 跳起來 亂跳 亂跳 Here we go Come on 快點 快點 1 2 1 2 1 2 3 2 3 2 3 2 1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S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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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